自从发布了与张恒代孕的事件澄清文之后 郑爽就删除了自己微博内容 仅仅留下了六篇有正能量的文章 并且正式退网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近日 郑爽的官微也是罕见的发文 只不过这段文字也是很简单 那就是祝大家除夕快乐 平安喜乐 万事圣意 虽然文字少 但不难看出作为官微 还是想接春节这个节日 给郑爽找点存在感 毕竟郑爽本人很愿意在网上冲浪 这些粉丝群和官微 他自己也是相当的熟悉 甚至还是管理员 即便退出娱乐圈之后 从各种小道消息上来看 郑爽并没有想要完全退出 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 郑爽也没有回到东北老家 相反独自一人去了广州散心 当然现在随让郑爽头疼的 依旧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但如果郑爽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 会怎么样呢 有一位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母亲 和两位只为自己的爷爷奶奶 这样的家庭会把两个孩子 培养成什么样呢 会不会是第二个第三个郑爽 郑爽现在没钱了 不能让孩子跟着过苦日子 而且跟着郑爽 孩子一辈子都会受人指指点点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张衡有钱能提供好的教育资源 而且张衡亲自把孩子 推进了舆论的风头浪尖 毁了孩子没应该拥有的 平静生活和环境 毁了摇钱树妈妈 孩子被应该拥有富足的生活环境 不点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孩子赎罪吗 现在郑爽光维发文 估计也是一次试水行为 看看如今的舆论 到底是支持他多一点 还是支持张衡多一点 但不论结果如何 3月中旬离婚案就会在美国开打 到时候需要看真章呢